第四季节目 攻破龙王平定四海 攻破龙王平定四海 今日且隐藏身份入坠苏甲 我要回苏甲 回报苏倩倩的救命之恩 龙王大人 据隐蔚所查 苏倩倩小姐似乎有点问题 可有证据线索 暂无 那就 回江北 谨遵龙王调令 谨遵龙王调令 回江北 你个废物之举 怎么敢回江北的 北凡 会死得很惨 很惨 很惨 是吗 卫少会死得很惨 你好厉害呀老公 老婆 你 老婆 一条狗也配叫我老婆 你也配当我苏倩倩的丈夫啊 是吧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为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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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你的命 能换钱啊 林一阳啊 林一阳啊 林一阳 你可千万不敢撑太久了 我还等着拿这钱 跟你老婆开房呢 你看 出来吧 求龙王下令 苏家 魏家 即刻覆灭 先不及 我 我很好奇 七年前救我的天真女孩 为什么如今 变成这般模样 龙王大人 按未刚查到 七年前救你的 不是苏家大小姐苏倩倩 什么 而是苏家的养女 苏应雪 苏应雪 先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